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告诉你 三个地方不好 一个是这一段 还有前列腺和肾脏 都有小东西 你要记住了 你现在身上我看到的有一个老人家 一直趴在你的背上 我不知道你做梦做到过一个老人家 没有 因为他刚刚告诉我 他看过你的 做过我的父亲 看见吗 你必须要把他超渡掉 否则他会把你带走的 我告诉你 你对你父亲应该说还算不错 但是你是讨债鬼 你给你爸爸惹了很多祸 他现在就是想把你带走 我可以讲给你听你爸爸的形状你就知道了 他现在站在你的背后 眉毛浓浓浓的当中有空间 眼睛有一点点爆粗 鼻子蛮高的 对 你赶快给他烧小房子 先给他烧93张 你能放生吗 我得病以后半年 我已经放了13万条鱼 13万啊 对 我怪不得 你毛病有好转的 你要当心啊 你家里还有灵性啊 我家里 你家里啊 你回到家你自己有没有感觉啊 房顶上有声音啊 右面 走进房间的右面上面 右面上面是 好像靠近厨房啊 厨房的上面 我没太在意 像一个爬的爬行动物 我跟你讲了吗 你晚上就听到声音了 你赶快给他念36张小房子 会不会念小房子啊 会 许愿吃树了没有啊 我许愿吃全树 终生不杀生 什么时候啊 我 7月29日给菩萨洗的大院 7月29号 对 刚刚 你看刚刚 哪会种下去的果子怎么快 这么快就长上来啊 要有一段时间成熟的 哦 干布也不好 对 哦 你肝上有个囊肿哎 对 我现在是从上海医院住院 我专程来赶到法会上 看你可怜 师父就要关心菩萨加持下你吧 你现在把眼睛闭起来 不过你要答应台长 好吧 放生呢 是蛮好 所以菩萨给你演点瘦 但是你小房子 可能要一千两百张 是我自己念一千两百张 我不管你 一定要好的 眼睛闭起来 感觉一下干不舒服吧 舒服 热不热 热 我告诉你 已经给你加持了 菩萨 你回去之后 再去验验看 指标会下来 但是好好念经修心 还债 过去也是倩女仁债 是我前世 前世今世都有 不要假装没有 你老婆在下面是不是了 对 我会不知道 还假装看一看 今世没有啊 我对我老婆很忠的嘛 对 我告诉你 你记住了 你老婆很好的 吃胆中心 她是上辈子欠你很多 你好好努力 你这个人呢 有贼心没贼胆 明白了吗 明白 你老婆要打人呢 你不好好听话 你做这种事情 她会打爆了一个头啊 我老婆现在台下做义工 是吧 对 好好努力 年轻的时候你太漂亮了 不是太好事情 明白了吗 明白 所以我告诉你 很多人救不了 就是没学佛 你去看 每天死多少人好了 我告诉你 像你这种 闻到佛法了 也是你老婆 把佛法讲给你听了吧 对 好了 要感恩老婆了 对 真的 做人自己要感恩的 很好了 明白了吗 是我想问一下 我 我的功课现在是大悲咒四十九 心经四十九 礼佛五遍 四小舟四十九 我还需要再加调整吗 礼佛几遍了 五遍 五遍啊 对 可以了 可以了 多喝水 多喝水 然后你要记住 你多喝点大杯水 家里有佛台不了 家里有佛台 要大杯水啊 我家里的大杯水 几乎都是每天早晨 第一件事就是要喝大杯水 你记住了 你现在的命 延寿了 所以你暂时死不了 恭喜你了 师傅 我想还有一个想 就是说我现在在做化疗 是做第一个疗程 一个疗程两次 刚做完 我就来到法会上 那么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在 这个八月十号 开始做第一次化疗 之前 我是拒绝做化疗的 我是 就是对心灵法门 深信不疑 就想来到法会上 请师傅开示 给我看一下 我已经刚刚给你加持了 对 我告诉你 你再做一次到两次 再化验一下 指标下来 你马上就跟医生说 我稍微保守疗法 但是要是你以后 再做坏事的话 我讲的坏事 你肚子里都清楚 如果你以后 再做阴事的话 我告诉你 死得更快 跟你讲话听懂吗 听得懂 我帮你求观世音菩萨 你要对得起师父的 整天帮你们背啊 这些人 我的业障 我自己背不让师父背 你背得动了 背到棺材里去了 好好听台长的话 坚决不能做坏事了 听得懂吗 听得懂 自己心里有愧啊 还有一个就是 再大概一两次 跟医生好好商量 指标只要下来了 马上跟医生说 我暂时可以不做化疗吗 我想吃些药 医生现在有一种药 也是像化疗放疗一样的药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在血液里边的 你就不要受这么多苦了 你早知道受苦 你就当时 做很多坏事的时候 就不要这么甜 所以不要这么开心 骨头不要这么轻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我在这里也 祈求你 恳求你老婆放了她吧 她现在是病人 回家不要再去 逼宫训她了 是我想问一下 就是 我的吃 如果说 再做一两 就是做三个疗程 或者是做一个 再做两次疗程 我估计大概再做一个疗程 那我要吃药 你大概 可以再 做一次之后 你再去问问 医生指标 会不会下来 你去查一下 就可以了 或者你现在 就可以去查一下 你刚刚 这两天是不是好了 好了 那么你就知道了 这种事情 我经常帮人家看 当场加持 加持完回去 一做指标下来 明白了吗 明白 就是我要吃药的话 我要吃多长时间的药 我觉得你应该多吃一点 就是吃到自己肠胃 不要太坏就可以了 因为会影响你的胃粘膜 所以你的肠胃道 会酸水倒流 这样的话会影响你的食欲 你人会很瘦 所以你要赶快的 现在你有业障 必须要把它解决掉 所以不要做坏事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不要做坏事 好好忏悔了 要真的跪在菩萨面前忏悔 明白了吗 明白 我告诉你啊 人死了就是这么一个棺材了 什么都没了 所以一定要好好修了 好了 平安就是福啊 是我最后想问一下 我现在医院 小房子能念吗 可以啊 白天 晚上八点钟之后 念大悲咒 白天尽量多念一点 好吧 好 没什么大问题的 求过菩萨了 最近不会死 保你半年 不能多 半年 我没听 保你半年 不会死 但是多了 要看你自己了 明白了吗 明白 感恩师父 年夜饭也没问题 好好修了 不要做婴事 你不信你问问你老婆 你这个人肚子里做功夫 很多事情都是婴的 记住不要婴人 婴人很容易生癌症 表面上蛮好 婴人家 非常不好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好好改毛病了 好了 还有半年了 没问题了 要想长一点 继续放声 许愿念经 我看他了 他这个图腾 还蛮厉害的 他还是一个小领导呢 他有官的 好了 我不想多讲了 你自己肚子知道就好了 现在知道 台长厉害 你们就知道了 能救你们就能救你 感恩大四大悲救护 那广大灵感 关心菩萨 感恩龙天护法菩萨 你要谢谢感恩你老婆 感恩师傅 感恩师傅 好了